新疆自古以来就有瓜果之香的美誉 夏季每天长达14到16个小时的日照时间 让这里的瓜果甘甜可口 广受赞誉 然而擅长美食的新疆人怎么可能忘记瓜果入菜 香甜可口的西瓜当然也逃不过新疆人的热情款待 你可能听说过烤肉 烤鸽子 烤鸡蛋 烤鱼 但热爱烤制一切食物的新疆人怎能就此罢休 在新疆和田地区墨浴县 布拉克夜市 西瓜还有另一种吃法 西瓜烤肉 一眼看上去 西瓜烤肉真可以称得上是新疆的黑暗料理 放入羊肉的西瓜 在囊坑中烤制两个半小时后 面目全非 黑乎乎的外表让你很难发现 用来盛肉的器皿竟是一整个西瓜 西瓜烤肉的独特口感吸引了众多食客前来一探究竟 甘肃游客黄登平第一次品尝西瓜烤肉 他表示 羊肉的鲜美和西瓜的清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完全吃不出油腻和羊山味 在游完一天后 来夜市吃到这款网红美食 让他赞不绝口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吃西瓜烤肉 第一次见到这种烤法 在以前没有见过 感觉这个西瓜烤肉特别新奇 尝起来味道特别好 而且一点山味都没有 真的特别好吃 我想以后我的朋友过来来这儿的话 我也会推荐他去尝一尝西瓜烤肉 究竟是怎样一场邂逅让西瓜和羊肉碰撞到了一起 西瓜烤肉的大厨努尔埃利麦麦提听自己的父亲说过 以前农民在沙漠或者农田里劳作 由于路途遥远 不方便带锅 出门劳动午休时 就把西瓜掏空放入羊肉 再放到烧好的木炭上烤制 后来发现将西瓜烤肉放在囊坑中烤制 可以更好的控制温度 同时烤制时间也大大缩短 这样西瓜烤肉便在新疆南疆地区流行了起来 西瓜烤肉师傅努尔埃利麦麦提告诉我们 他西瓜烤肉的手艺是跟父亲学的 现在这家店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自己做西瓜烤肉从2004年开始 不知不觉已有15个年头了 现在父亲年纪大了 就由他来制作西瓜烤肉 他将西瓜烤肉这一特色美食不断完善 还推出了西瓜烤土鸡 西瓜烤鸽子等特色美食 西瓜皮子空的 空的羊肉 还有一种的烤鸽子 还有一种的土鸡 15种的调流 调流放在囊坑里面放在囊坑中的羊肉 诺尔埃利麦麦提告诉我们 现在来新疆旅游的人很多 生意越来越好 在墨浴县一共开了六家店 今后他想在乌鲁木齐也开一家分店 让更多的人感受新疆美食的魅力 除了西瓜烤肉 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的布拉克夜市 能容纳600余户商家同时经营 红柳烤肉 烤包子 酸奶粽子 鸽子汤 可谓是应有尽有 各种特色美食刺激着食客们的味蕾 让人垂涎欲滴 湖南游客毛香印 来到墨浴县快一周的时间了 这几天晚上他都会来夜市品尝各种美食 听朋友说这边的夜市很热闹啊 然后东西种类都比较多的那种 然后就特意跑过来这边来吃东西 我们听说新疆的那个羊肉窗很出名 然后人家也说这个店很出名的 我们特意跑过来品尝这个美味 非常好 大家想来玩的 可以到这些市场来品尝一下美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